這兩天頻繁的地震 讓大家再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現象局最新回應 至於斷層這個部分 我們雖然不排除可能跟新城斷層有關 但是這個確切的狀況 可能還是要請地調所 他們去做確認的時候才能說會比較好 對 那 只是說民眾的話 其實希望民眾還是要有防震的觀念 然後最近山區多餘 那行進山區的時候還是要小心落實 大概是這樣 那有預估未來不排除 可能會有大概幾幾個以上 其實就是說我們會持續在觀察 然後是狀況再來 跟大家說明 只是說目前看起來他的活動已經有燒停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下 希望有過這麼高的經驗 以往其實如果也是會有一天兩三次的狀況還是有 對 所以 怎麼講 就是說 以台灣地區 那個地區的話可能會稍微罕見 那其實以台灣地區的話這種狀況並不是非常 就是說像如果在花蓮地區的民眾可能就不覺得說會特別 那比較少 因為比較少碰到地震地區的民眾的話 其實相對他的防震觀念要有 就是 就是 來 好 你說不排除跟新城的斷層 新 那是一個斷層的名字 對對是新 新舊的新 對新城斷層 城市 城市的 新城斷層 就不排除 這樣子 我們無法確定 因為畢竟到底會多了解 好來看看剛剛呢就是氣象局的最新回應 他們講了所有的一切呢還是必須要由地調索 這一邊的內容資訊 為主 好可是說到了在昨天新竹人啊 這一位 新竹議員邱正偉就說真的是 人心惶惶 原因是因為呢他說在事發當時大家的感受是怎麼樣 他是這樣形容的 他說呢 轟轟的一聲巨響之後就上下震鬥 然後他認為 這樣子的一個感受是有別於一般地震的 所以造成新竹人 人心惶惶 好如果說呢你按照著鎮央分布的話 你就會發現了 他第一次滴就在這邊然後第二次第三次 然後呢第四次 有種折返跑的感覺 好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在地震的策報中心主任他就講了 說這個鎮央平時是很少發生這麼多地震的 所以他認為一天之內 10起地震 確實 比較 不尋常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這證明點的說法是說呢 他認為 應該就是所謂的斷層活動 但是到底是哪一條斷層 造成這樣子的一個 折返跑的地震形態 他必須要好好的請地調所這邊 來認定 好消息一出之後呢 大家又開始在講說 哇有好多神秘巧合啊 因為呢 往年說也曾經 在2月的這幾天 有過 大地震 所以呢 也有人講了 如果是正常能量釋放的話 還好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就會很緊張 上次呢就有網友幫忙整理了一下 說 2016年的2月6號還記得嗎 台南地震 那個時候呢 其實 是在農曆的年前 2016的高雄美農強震 結果呢造成台南這邊的 微觀大樓倒塌世界 2018年 2月6號 在花蓮發生了地震 那個時候花蓮的 雲門催堤大樓說也因為強震 嚴重傾斜 所以大家 今天2月5號 昨天呢 平凡的地震 說是正常能量釋放 大家覺得心裡會比較安 但是如果說呢 是真的有所謂的斷層在活動的話 大家就會有點害怕了 但是啦真的 在氣象局剛剛他們也說了 其實呢 他們的感受是 基本上 雖然說呢 1935年 曾經發生過 新竹比較大的地震 當時是和新竹的斷層有關 但是這一次的 群震 一天震了10次 群震 是不是跟新城 斷層有關 還沒有辦法確認 但是呢 現在 確實他們也有 關注到 這麼密集的 小地震 跟平常比較不一樣 可是也提醒大家 不要 太過恐慌 但是 該準備的工作 還是得做好 新竹市長林志堅昨天就在 臉書上頭發文了 告訴大家 如果呢你真的心裡頭 會怕會有點害怕的話 準備一下 八項道具 包括了 緊急食物 可能會有一些罐頭 先準備好 重要的物品 包括呢你隨身的 貼身的 財物 等等 先做好 準備 衛生用品 照明設備 電源 現在 Power Bank 行動電源 很重要 必要的醫療用品 包括呢 如果你有使用的慢性病用藥 也先備好備份了 雨衣 衣物還有 乾淨的 飲用水 這八樣道具呢 先備好做一個 急難包 其實是會比 在那邊擔心 受怕 睡不著覺 還要來的 使用 當然如果真的是 突然發生地震的話 該怎麼辦呢 剛剛氣象局也說了花東朋友可能比較有經驗了 如果真的發生地震的話 記得 第一步驟先趴下 第二步驟早掩護 第三步驟先穩住 保護頭部 等待地震停止 當然也再次提醒大家 地震火災發生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去坐 電梯 好嗎 很多人會想說 我坐樓層比較高 坐電梯比較快 千萬不要 這基本常識 大家都要有隨時做好保護了 造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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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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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